高分悬疑恐怖片回应我来了 影片从一个派对开始 一个名叫科尔的男人 正在一所房子里寻找他的弟弟达科特 科尔发现弟弟被锁在一个房间里 于是他破门而入 把达科特拉了出来 奇怪的是 达科特此时光着膀子 喃喃地自言自语着 看起来特别瘆人 周围吃瓜的青少年们 开始用手机录像 科尔上前阻止 谁都没有想到 达科特此时竟然拿刀冲过去 不由分说地刺伤了哥哥 然后达科特走出去 直接朝眼睛给了自己一刀 伴随着人们的尖叫声 我们转到影片的主人公米亚 17岁的米亚和父亲迈克斯住在一起 母亲两年前服用过量药物去世 在此之后 父女俩便很少交谈 米亚花更多的时间 和她最好的朋友杰德 杰德的弟弟莱莉 以及他们的母亲苏在一起 一天晚上 米亚把和朋友出去玩的莱莉接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 他们在街上发现了一只濒临死亡的袋鼠 袋鼠痛苦地呻吟着 莱莉告诉米亚 他们应该把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于是 米亚试图从袋鼠的头上开车撵过去 却发现自己无法狠下心来动手 杰德说服米亚和她一起参加一个派对 主要是因为杰德的男朋友丹尼尔会在那里 他们溜出家门时 莱莉也加入了进来 派对由乔斯和海莉主持 大家聚集在一起准备玩一份游戏 米亚主动自愿请鹰 然后她被绑在椅子上 海莉点燃一只蜡烛 一只看起来很奇怪的 陶瓷手被拿了出来 上面潦草地写满了字 游戏规则就是抓住这只手 握住的人说一句话 据说可以让灵魂短暂附身 持续时间不超过90秒 而且必须在结束时吹灭蜡烛 海莉告诉米亚 抓住这只手 然后说跟我说话 突然米亚看到了一个老人的灵魂 差点吓破了胆 周围的人哈哈大笑起来 因为大家都认为 这只是个魔术罢了 只是想看中招人的乐子 米亚为了证明自己 在周围人的怂恿下 又再次握住了那只手 这次她看到了一个 长相怪异的女人的灵魂 在说完我让你进来这句话后 米亚似乎被附身了 她开始大笑起来 举止十分的怪异 并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威胁的声音 对莱莉说话 时间马上到九十秒了 乔斯开始分开米亚和陶瓷手的接触 但是被附身的米亚不肯这样做 一直大声喊着逃跑 灯泡熄灭 有人濒临发疯状态 眼看情况不对 海莉上来和朋友一起帮忙吧 最终拉开了米亚与陶瓷手的接触 如此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米亚非但不感到害怕 反而还觉得很爽 开始往作死的方向越走越远 后来趁着苏晚上外出时 这群人又在家里玩了相同的游戏 纷纷体验与灵魂们进行交流附身的感觉 丹尼尔被一个混蛋的灵魂给附身了 举止轻浮怪异 甚至开始大口亲吻起狗狗来 就像热恋的情侣热闻起来 莱莉是下一个想要尝试的人 杰德不想让还未成年的弟弟尝试 但是米亚说就60秒的时间 不会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 杰德很不满弟弟的做法 生气地离开了这里 经不住莱莉的多次哀求 大家最终还是让他也尝试了这个游戏 诡异的情况发生了 根据附身后的对话判断 莱莉听起来像是被米亚妈妈的灵魂给附身了 她告诉米亚妈妈很想她 时间到了60秒 如果不脱离接触的话 就会永远被附身 此时私母心切的米亚丧失了理智 竟然还想继续和妈妈的灵魂说话 接下来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莱莉突然开始大力用头撞桌子 还要把自己的眼睛给挖出来 众人想要阻拦 但是根本就拦不住 莱莉继续猛烈地撞击着头部 面目全非鲜血直流 看到弟弟这样 杰德没有犹豫将手臂垫了上去 这才让莱莉停了下来被送往医院 慌乱之中 米亚偷偷地把那只陶瓷手带回了家 想要再次尝试和母亲的灵魂通话 米亚来到医院看望莱莉 莱莉撞的脸已经变形不成样子 杰德和苏不想见的她直接把她赶走 两人把莱莉的遭遇归咎于米亚身上 米亚逐渐发现她 貌似可以直接看到妈妈的灵魂了 甚至有了幻听的情况 米亚有些害怕地紧张起来 丹尼尔瞧着不放心 于是便把她送回了家 米亚不想孤单一人 于是她邀请丹尼尔留宿到家里过夜 两人之前曾经短暂地交往过 彼此心中仍然很有好感 晚上在床上躺着 看着与妈妈曾经度过的美好时光 米亚对她的思念更加强烈 她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自己和丹尼尔亲吻 还有父亲将过量服药的母亲拉出来 正在用怨恨的眼神望着她 还有自己的指甲上全是鲜血 噩梦醒来 米亚在墙角看到一个诡异的老妇人 灵魂正朝床的方向走来 老妇人看到丹尼尔的脚趾两眼放光 立刻跑过去大口地瞬息起来 就像著名的大导演昆廷一样 当米亚试图对丹尼尔大喊大叫 让她赶紧醒过来时 丹尼尔被惊醒 发现瞬息她脚趾的那个人 竟然是两眼泛白的米亚 丹尼尔认为米亚是个疯子 赶紧收拾东西离开了这里 米亚又气又恼 已被灵魂折磨得快要发疯了 于是她自己拿起那只陶瓷手 点起蜡烛 希望和妈妈的灵魂说上话 妈妈的灵魂告诉米亚 她不是故意自杀的 作为妈妈 她永远不想离开自己的女儿 她会一直陪伴米亚的 除此之外 妈妈还告诉米亚 莱莉很痛苦 需要帮助 与此同时 杰德在医院帮助莱莉清洗身体 并尝试和莱莉沟通 此时的莱莉 仍然被邪恶的灵魂附身 突然间 莱莉一口狠狠地 咬在杰德的手上 一咬住就不松口 杰德拼了命地 正脱开莱莉摔倒在地上 随后 莱莉开始用后脑勺 狠狠地撞击浴室的墙 并大笑着瞬息流出的血液 直到医生进来控制住他 被附身的莱莉 一次次地想要自杀 这让大家不得不具体 来商量对策 乔斯说 这个陶瓷手最初的主人 曾经说过 如果灵魂附身后 被附身的人死了 那么这个灵魂 就会永远拥有这副身体 这也就说明 为什么灵魂 这么想让莱莉死去 为了解决麻烦 他们需要找到 这个陶瓷手的主人 好巧不巧 主人正是影片开头的科尔 米亚几人一起找到科尔 科尔告诉他们 附身的灵魂 搞乱了莱莉的头脑 让莱莉做疯狂的事情 但只要停止下来 不再发疯的话 时间一长 灵魂就会变得越来越虚弱 最后就会离开被附身的人 所以除了继续等待以外 几人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决 但以目前的身体状况来看 莱莉恐怕撑不了多长时间 米亚此时想到了一个办法 她觉得上次附身时 大家在慌乱的时候 忘记吹灭了蜡烛 相当于打开了门 却忘了惯 所以如果再次让莱莉 与其他灵魂附身 然后及时吹灭蜡烛关闭 莱莉或许就可以恢复正常 死马当活马医 他们必须要做些什么 没有办法 杰德只好再次相信了米亚 他们来到医院 试图让灵魂重新控制莱莉 吹灭蜡烛后 想办法把她救出来 但由于莱莉昏迷无法讲话 这个方法没能成功 这时米亚想到 或许莱莉的灵魂 已经与肉身脱离 被困在什么地方 如果她此时来接触陶瓷手 说不定可以与莱莉的灵魂沟通上 米亚尝试和莱莉沟通 结果看到了一个小女孩的灵魂 这个小女孩告诉她 她可以附身米亚去见莱莉 莱莉被女孩附身后 看到几十个其他邪恶的灵魂 正在疯狂折磨着莱莉 看起来永远不会停止下来 米亚看到这种情况后吓坏了 她崩溃地哭泣着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她浑浑噩噩地回到家里 麦克斯走过来 告诉米亚妻子死亡的真相 她给米亚读了妻子写下的遗书 这证实她确实是自杀身亡的 米亚得知真相后无法接受 大声地痛哭着 突然她看到了疑似妈妈的灵魂 这个妈妈的灵魂说 麦克斯给她看的遗书是伪造的 全都是谎言 显然这个恶灵特意伪造 模仿成米亚妈妈的样子 想要欺骗米亚 这时似乎是麦克斯在大力地敲门 实际上这也是恶灵伪造出来的假象 以此欺骗米亚爸爸要伤害她 而且恶灵还告诉米亚莱莉 正在遭受痛苦 只有通过死亡的方式才能拯救她 她保证她会很好地照顾莱莉的 此时的米亚已经完全被恶灵控制住 她看到爸爸冲了进来攻击自己 和自己发生激烈的搏斗 而且还想要掐死她 在客厅的真正的麦克斯 听见了女儿房内的动静 于是前来查看 就在米亚试图用剪刀刺杀恶灵的时候 她用剪刀刺进了父亲麦克斯的脖子里 此时的米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 她决定执行妈妈灵魂告诉她的 可以解救莱莉的方法 米亚给杰德打电话 她谎称自己有办法了 骗杰德离开医院去她的家见面 然后米亚来到医院和苏谈话 苏告诉米亚莱莉的遭遇不是她的错 看来苏已经原谅了米亚 甚至还让米亚单独和自己的儿子在一起 丝毫没有看出她脸上的异样 等到苏离开后 米亚在恶灵的幻想控制下 看到莱莉全身溃烂 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于是她试图用一把剪刀杀死莱莉 帮她解脱痛苦 但她还是挣扎着无法亲自动手 当看到窗外的车流时 她想到了让莱莉死于意外的方式 于是她把莱莉放到轮椅上 推出了医院朝着马路的方向走去 这边杰德来到米亚的家 发现麦克斯严重受伤 米亚为什么要对她撒谎 这时她才意识到米亚的真正目的 是支开她对莱莉做一些事情 杰德匆忙地赶回来 看着米亚正在推着莱莉 米亚把莱莉推到车流旁 把她看成一个衰老颓废的灵魂 恶灵化成米亚妈妈的样子 不停地怂恿米亚把莱莉推进车流里 就在米亚准备放手时 杰德及时赶到拉住了轮椅 掉进车流里的不是莱莉 而是米亚 米亚被一辆车撞倒碾过 米亚起身望着周围发生的一切 转眼间她又回到医院 此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 她看到莱莉已经完全康复 并与杰德和苏一起回家 父亲麦克斯的伤口似乎也痊愈了 但就当米亚试图跟随他们时 医院里的灯开始熄灭 没有人能听到她的声音 这时她看到一处昏暗的火光 附近有点燃火柴的声音 那里坐着一个人 蜡烛上一只手伸了出来 米亚伸手握住 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国家 眼前出现了奇怪的男人 原来米亚作为鬼魂 也成为了这个游戏的一部分 本片总结下来就是不做死就不会死